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2021年剛剛過去 2022年 今天是2號 已經傳來一些相當壞的消息 懷著沉痛的心情跟大家說 立場新聞被迫要關閉 四天之後 現在輪到眾新聞 雖然對我來說不會太大的意外 裡面有些朋友我認識的 大家都有些聯絡 我問他們你們怎樣 壓力大不大 這個大概是月中 十二月中的事 他們告訴我們 其實立場的壓力大 比我們很多 不旋轉 立場就要執立 四天之後到眾新聞 他們就在Facebook宣佈 明天 營運是最後一天 拜拜 當然對我來說 相當唏噓 相當嘆息 我的朋友馬上就問 我們還有什麼真實的 新聞有真實的媒體可以看到真實的新聞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本來珠樓的媒體 有些我都覺得是很可靠的 例如明報 以前蘋果我會經常看的 立場我會經常看的 現在 明報是不是值得看下去呢 雖然我說在 這裏有專欄寫 但是有時候我都不會很依靠這個明報作為我很重要的新聞來源 反而我會看立場 我會看眾 現在可能會看 獨媒 獨立媒體 早前有個傳聞說 他都會在新年的時候 就會停了 我就親自去問 問過他們的主持人 他說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都是暫時 沒有這樣的事 將來是怎樣呢 真是沒有人知道 因為有一個叫做香港獨媒新聞 這個facebook的網站 就宣佈停運 有人搞錯了香港獨媒新聞 就等於這個獨立媒體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我希望獨立媒體能夠繼續營運下去 不過真是 沒得說 沒有人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其實如果講歷史來講 香港獨立媒體就比這個立場新聞 比這個眾新聞還要長 但是很可惜 立場 倒下去了 現在就落到中 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 不是好像五毛說 你身無事你就不會接啦 那些根本就是老生草 根本無需要去搏 你看回這個眾新聞那個 告別讀者 在facebook裡面的 一封信 我猜大家都 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雖然他說得不是很細節 那封信就是這樣寫的 眾新聞告別 感謝讀者 今天是2022年1月2日成立 五年的眾新聞要跟大家告別 還記得2017年元旦的時候 眾新聞成立 在記者會上面 多名傳媒老鬼 表示 對本港新聞自由的狀況 心感憂慮 希望眾新聞可以傳承 這個專業的新聞精神 回歸新聞的初心 為公眾利益 為公眾服務 希望我們的一小步可以鼓勵 業界 走一小步 個人的一小步可以形成 保護新聞自由的一大步 然後呢 眾新聞在資源極度緊絕的情況下 每天嘗試踏出一小步 慢慢 走到一條小路出來 有獨家新聞 有數據新聞 有人物專訪 有調查報道 有深度的評論 有法庭的新聞 有中國的新聞 有眾星集 還有沒有開引號 還有其他那些 幾個人一起去談 哲學的問題 文學的問題 眾言我們人力有限 新聞也不夠多不夠快 但是我們整個小團隊 老鬼和年輕都是一條心 努力在新聞報道上求真求心 慢慢地我們有十個人 變成數十人的團隊 由起初街頭 一句一句問 那些人問眾新聞我不懂 到今天聽到別人說 眾新聞我有看 他說五年了 多謝大家 2017年1月1日 眾新聞發佈首篇的文章 是這樣寫的 眾新聞在2017年這個特別的元旦誕生 因為我們想 在以後的日子 不論太陽高掛 還是風吹雨打 都陪著你唱一首這一句 同熱愛者片土地 大家黑骨銘記 仇惑起 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 大家記得這首歌 我聽起來 我到今天聽 都是熱淚盈康 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那個是香港地 我們想他 一直向上 不是現在這樣沉淪 但很可惜 眾新聞都站不住 接下來眾新聞 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要 停文 我們一直熱海五土地 但無奈 當下我們面對的不單是風吹雨打 而是龍捲風吹襲 巨浪滔天 我們從來都沒有忘記初心的 但很可惜過去兩年的社會變遷 巨變 傳媒生存 環境惡化 令我們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我們的理念 身在風眼裏面 我們這隻小艇 在風高浪急的當下 情況嚴峻 在危機中 我們必須 確保船上所有的人可以平平安安 蘋果 立場是前居可減 我想 這群決策的人 不想等到好像蘋果立場 拘捕了高層 然後警告他們繼續做下去 繼續拘捕你 去搜證 去搜電腦 新聞資料 被迫結業 與其這樣 不如保留我的全屍 自我了斷 這是無比沉痛的事 真是無比沉痛 親手 自己生個嬰兒出來 親手要結束他的生命 有人說 好像湯家驊說的 沒有法院叫你們停 警察沒有說來抓你 為甚麼要自己停 跟新聞自由無關 廢話 是風涼話 也是很涼薄的說話 絕對是廢話 主事人 他要確保在艇上所有的人平平安安 誰 會想 早上六點 有警察按鐘 然後說我是國安處的 你涉嫌違反那樣 現在要來抓你 來搜尼公 誰會想這樣 主事 這頭 預了是這樣 但是底下那群人 會不會這樣想 會不會這樣 與其 大家壓力很大 不如 希望可以保住他的安全 平平安安 我不知道 因為眾新聞已經是給政府點個名 給他們點個名 點個名是會不得好死的 變成這樣 所以眾新聞公告說我們懷著沉痛和萬本不捨的心情宣佈 眾新聞會在2022年1月4日周二起 停止營運 即明天最後一天 他可能會出來說 說些事 網站不再更新 一段時間將會關閉 衷心感謝 訂戶和讀者的支持 你們的厚愛 我們會銘記於心 過去五年走過的路 是我們會 珍重的回憶 眾新聞團隊 中新聞 我在這裏都讚過他們 最近這一年 尤其是這一年 發展得越來越好 他說過很多 即是 跟立場一樣 即是 即使在香港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 都做了很多 令到我們印象很深刻的新聞 亦都發展到很多新的業務 譬如說 以前香港借一天 由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前企業主席 Chris Yeung 楊健興主持 他一個人在 獨白 其實是 沒有什麼吸引力 現在再加了借卿而來 我覺得是很棒 就是好像一種 即是我覺得一種 全新的新聞品種 是夾罪夾矣 即是報導了事實出來之後 用這個新聞 客觀新聞報導的形式 有生病有龐白 報露出來之後 然後就由Chris Yeung 楊健興做一些評論 做一些回應 其實是很溫和的 我有時研究 你都不夠火 Chris 可不可以做得好一點 火大一點 亦都有什麼呢 眾新聞中國做 也是我必體的 必體的 這個項目 眾新聞中國做 講中國大陸發生的事 講台灣發生的事 最近 他們做了一個 香港去台灣的人 入籍 或者是拿永居的困難 做得相當好 有些案例 還有 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夠錯過 眾星號 或者叫眾星集 眾星號就是 網站的名字 眾星集 就是 圓底的人 過了去 幫忙 幾個星期一次 剛剛做的那次 就是所謂完善了的選舉 前兩輯就是 移民到英國的人 移民到台灣的人 的一些 深奴歷程 水準很高 就有無號開引號 還有其他的 新東西進去的 我覺得 已經變成 我覺得變成不是 純粹一個網媒 不是一個文字的媒體 大家知道網可以很靈活的 可以有聲音 可以有文字 可以有 圖片 亦都 可以有影像 他可以做到很多 繽紛多元的 好像一間 電視台 一間電台 再加上一份報紙 集於一身的 媒體 我認為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出色 而且越做越 在香港市民 甚至海外的香港人 有很大的認受性 越來越喜歡看 我看到他的點擊率是很高的 越來越高 越來越 開始被人認識和接受 最後都難逃這個命運 所以我心情沉痛就是這個原因 大家問 香港還有什麼媒體可靠可以值得看 我剛才說 可能是獨立媒體 但是獨立媒體的資源是非常緊絕的 你不會知道下一個 會不會到他 你不知道 你沒有辦法去預測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剛才說過鏗槍襲的 袁斌人馬就過了去眾新聞 不定期去 做一些很有質素相當高的 紀錄片 時事的 一些 Documentary 就 他的監製李賢哲 也是以前亨掌集合的監製 剛剛在Facebook的網站上 說了以下一番話 他說 基於眾新聞停止營運 我們兩個在眾新聞平台播放的 《眾星集》和《無號開引號》的節目 也會即時停止製作 他說我們說過時局變幻如常紀錄 但是時局變幻令我們無法 裝作如常 我們也說過 不要懷憂喪智 讓我們一起試試 從鏗槍襲的離散 到《眾星號》的再聚 這幾個月裏面我們一直在嘗試一直在努力 不過 時代巨倫底下 我們都很渺少 不要懷憂喪智 無論身處何地 我們都會繼續 都需要繼續關心你愛的人 珍重 李賢哲 《眾星號》的監製 我當然認識李賢哲 就正如我認識Chris 楊健興我們大家都是同行 我記得 楊健興和謝興怡 2021年的最後一天 12月31日做的《香港最一天》 他們說過大概的意思就是 如果要回顧一下 回顧過往 香港 用這個字 用散字 來形容2021年發生的事 這個散字 就是說一些人 離散 一些組織 解散 有些東西會消失 亦都可以說是 用散字來形容 就是 很多東西都散了 我們的價值 散了 我們的民主 人權 自由 法治 散了 這個散字 這個散字 是很形象地這樣去形容 就是 過去一年發生的事 但是 我亦都說過 不停地說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最壞的情況是未到的 你可能會想不到 2022年一開場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那麼重要的媒體 雖然做了五年而已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出色 又散了 又散了 你是想不到 你心情是很痛 很沉重 但是你都要 繼續面對 都要希望在 不同人在不同的平台 只要他掌握著一個平台 希望他都可以繼續 去發聲 講一些主流媒體 不會講的一些觀點 中新聞 其實背景不複雜的 他的英文叫做Hong Kong Citizen News 大家都明白 Citizen News 即是公民的新聞 背景不是一個大財團 擁有這個媒體 所以就要為大財團服務 一開始的時候 2017年 他就有大概10個傳媒工作者 新聞學者和新聞工作者 創辦 裏面大部份的人我都認識 有些是相當熟 有誰呢 創辦者有這個李月華 就是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 亦都做過 不同的媒體 有前明報的總編執劉晉濤 有前明報的執行總編執劉江國元 亦都有 前香港記者協會的主席麥彥廷 有前香港記者協會的主席 岑以蘭 然後就楊建興 前香港記者協會的 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楊建興 做眾新聞的 主席 當時他們籌了 幾十萬 就開播 不多的 一開始的時候 投了大概三個月裡面 目標籌了五百萬 有訂戶 亦都是有 眾籌 的方式 一直投入運作 後來就有善中國組的一班總辭 一班人進入了眾新聞 幾乎有部份 就組織了這個眾新聞 中國組 一個星期有五天 做這個中國的新聞 做得非常出色 他們 有相當多的 獎項 拿過這個 紅磚藝城 說理大衛城 人道紀錄片的金獎 亦都有 多媒體的優異獎 721 元朗互動的專業 有解釋性特寫的優異獎 亞洲出版協會 亦都給了個長月 數據 這個圖像獎給他們 亦都有2019年年2018年的人權新聞獎 是拿過很多獎項 是一個很出色的 新聞媒體 很可惜是難途 好像是這個時代的 據論底下的這個握運 都是死於非命的 雖然是自我了斷 香港的主流媒體 其實 越來越沉淪 香港的市民 他們的公信力 即這些媒體的公信力 是不為香港市民所接受 所以他們 用盡自己的方法在網上尋求不同的 很可靠的 很客觀的 一些資訊 立場是他們 為何會越來越多人看 還為何會越多人看 就是這個原因 最近他在郭記者協會的周年晚會 我還很記得 Chris 謝卿兒 他們 一班新聞的朋友 拿著一個手機的QR Code 叫人去捐錢 可見 他們仍然有發展的大計 但是 無奈 在這個國安的新常態下 為了要保護他的員工 沒有辦法 忍痛 結束自己 親自生出來的寶寶 這不是新聞工作者的損失 我經常覺得一個媒體的接觸 不是新聞工作者 沒有事做那麼簡單 不是五毛說得那麼容足 而是全香港市民的損失 沒有了他們的報導 沒有了他們的評論 香港人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香港人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你不只是看著CCTV的新聞 或者看著友善新聞 就了解香港的事 了解世界的事 因為新聞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去看的 很不同的perspective 要人去解說 大家才知道 原來那件事可以這樣去理解 也不是純粹youtuber 例如我 我一個人 能力很有限 總之我有幾十年的經驗 我看問題可能跟一般的讀者看問題的方法有些不同 可以用我的角度去解說給大家聽 但我都需要有一些 很可靠的新聞資料 新聞來源才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我憑空說什麼 這個是 全香港的市民的損失 甚至是開了香港的 好像我們這些香港人 一個 重大的損失 我做不到什麼 我只能夠寄望 這一班 沒有了這個平台 在裏面做事的 相對比 有些很年輕的新聞工作者 能夠繼續 找到他們的生活 方式 今時今日 做新聞 不單純困難 而且是冒著很大的風險 我只能夠 在這裏 充心地祝福他們 亦都向他們的勇氣 致以無限的敬意 最壞的情況 未完 大家要做好準備 未完 有段時間都未完 未完 在一個特首選舉之後 明天會嫌成怎樣 暫時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有法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